社区工商方面 2018国际时尚旅游小姐选美大赛 于近日在安大略机场大酒店盛大举行 来自美中各地的14位嘉丽 角逐后馆 本次比赛由美国新语文化 洛杉矶时尚传媒以及地皇娱乐共同主办 决赛共分为时尚服装秀 奇包秀和泳装秀等几个环节 并且还有各位参赛嘉丽与特约嘉宾们 为在场观众献上精彩的才艺演出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嘉丽 平常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美丽的 但是在经过这一阵子的集训之后 我相信他们在今天晚上的表现 一定会让他们更加的美丽 出席当晚活动的有安大略市市长Paul Lian 圣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 前加州众议员Young Kim等 同时还有圣玛利诺狮子会出席 并向主办方颁发贺壮 以表彰本次选美活动 对促进中美文化艺术交流的贡献 今天大概有14个女孩 她们将进行有旗袍 有泳装有晚装等等 然后来角逐今天的冠军 然而今天的冠军 她将代表我们南加州 去我们的旧金山参加最后的总决赛 本次洛杉矶决赛的冠军 是南加大建筑系硕士毕业生 萨亚利 接下来的2018国际时尚旅游小姐 全球总决赛将于9月29日 在旧金山的赫布斯特大剧院举行 届时将有来自旧金山 洛杉矶 博士顿以及迈阿密的十多名中外加力同台竞技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林汉琴洛杉矶报道